美国旧金山有个市民写信向市长反映 希望能通过电视台给普通百姓一些教育 避免上当受骗 市长批准给电视台 只是半个节目 安排骗子和专家同台PK 让观众可以区分谁是骗子 谁是真正的专家 第一场遍题是宇宙起源 骗子PK物理学家 骗子讲上帝创世纪 物理学家讲宇宙大爆炸 结果发现 小学生不能区分骗子和物理学家 仿佛对神话故事更着迷 但是中学生都知道 那些神话是骗小孩的 第二场生命起源 骗子PK生物学家 骗子谈灵魂和轮回转世 生物学家讲达尔文进化论 结果发现 中学生更倾向于相信灵魂转世故事 纷纷追问自己的前世是什么 只有那些受过大学本科教育的观众 才明白进化论的道理 第三场 讲健康和养生 骗子PK医学专家 发现本科学历教育根本无法抵挡骗子的忽悠 大学生很容易相信绿豆茄子可以治百病 只有那些受过研究生教育的观众 才不为所动 因为他们知道 确定疗效需要做双盲实验 第四场 讲人的性格类型 是骗子PK心理学专家 结果 研究生学历者 也无法分辨骗子和心理学家 年轻人 尤其是女研究生们 被骗子们讲的星座血型迷晕了 只有教授级别的观众才能明辨 这可以理解 心理学的逻辑比较特别 正反都可以说得通 需要足够多的人生历练积累 才能避免中招 第五场 骗子PK经济学家 整个播出过程 现场观众都不说话了 现场没有人能区分骗子和经济学家 播出期间 主持人接到一个电话 竟然是美国总统打来的 他说一直看这个节目 美国总统告诫大家 千万别相信经济学家的那一套 美国先后多次金融危机 就是听信他们的理论搞出来的 总统怀疑 就是经济学家和华尔街的骗子 联手欺骗了全世界 这充分说明 地球人是无法区分骗子和经济学家的 最后一场 是骗子PK政治家 骗子一看到政治家 立即站起身 对主持人说他放弃辩论 主持人很诧异 问是什么原因 骗子说 在骗人这行当里 我们只是业余的 而他们才是职业骗子 他们很容易让观众相信 我们是骗子 无论主持人怎么劝 骗子也不肯上台 这时 一个老者走到骗子旁边 跟骗子耳语了一番 骗子立刻振作精神回到讲台 侃侃而谈 并毫无惧色的指责 对方政治家是骗子 主持人更加惊讶 忙问老者说了什么话 老者说 我只不过告诉他一个真理 要辩证地看待骑骗 有时候 骑骗可以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 在历史上 许多骗子都成功转型 成了伟大的政治家 原来 这位老者是一位哲学家 最后 电视台向领导汇报如下 看来情况极其复杂 虽然某些领域很容易区分骗子和专家 但是有些领域却难以区分 而且越是重要的领域越难区分 更为复杂的是 现在的骗子们通过勤奋学习 已经成为专家 而许多专家经不起诱惑 开始行骗 到底谁是骗子 谁是专家 已经无法区分 嗯 嗯 嗯